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报告 我们订阅突破50.7万 希望大家再帮我们往上冲 我们的目标先要冲到100万 那么同时呢 一样老规矩来到此频收看 帮我按赞 还有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那当然最近呢 为了6000块钱还税渔民 我们看到整个蔡政府是讨价还价 要发不发 结果呢 这个是拿公堂12亿盖的新竹棒球场 被这个高宏安爆出了152项缺失 你会发现没有最扯 只有更扯 不要说这个棒球场扯了垃圾场之外呢 就连现在我们看到民进党这些 测意怎么样洗地洗风向 你都觉得很扯对不对 那更扯的是呢 前市长林志坚有最新回应了 要看他的回应之前呢 我先提醒 如果你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 要嘛就是不要看 要嘛就先吃药 好我们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时事评论员不言的新闻台台长朱凯翔 大家好 还有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大家好 以及历史哥 大家好 好来看到这个新竹棒球场这回城了 垃圾掩埋场在昨天呢 新竹市长高宏安挖出了152项的缺失 同时只能够忍痛放弃WBC热身赛 从这个土壤草皮到排水系统都一塌糊涂啊 乱七八糟 好这是随机在这个浅沿途就随便就挖出就挖出了什么砖头啊10块费电线 好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新竹市议员陈庆林他说 其实大概在去年施工期间那个有朋友在这个新竹棒球场7月开幕之前呢就已经更早就跟他反应了好说这个原本旧的球场的建物被打掉之后施工厂商一式把这些 营建物废弃物混入土方来施作球场所以这在施工的状况来说是很不正常的 因此当时呢他们就向市府要求要汇开结果不给汇看不给看哦多次用技术性的理由挡掉了 好那现在他说现在那要看怎么看球场都盖好了想看也看不了 好那么另外来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的市议员林彦福他也说类似的话 他说那一直到去年7月底有球员在这边打球受伤之后呢 他们就一直在怀疑说为什么裱土层会有碎石 那么是不是下面的土方真的有问题开挖嘛开挖20公分来检验 那么市府不是拒绝就是打马虎眼还说草皮撒农药不能进去 所以呢进场会看真的是困难重重哦 你看到在野立委呢都说要会看结果呢不给看不给查不给开挖 他这摆明了就是有鬼啊凯翔 我觉得其实现在新租帮助场走到现在 大概就除了全面开挖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不管你是要查弊案还是你要救这个球场 大家都没有别的办法你不可能再说什么讲那些蠢话 什么我找这个志工进去捡石头啊 然后现在他看起来就是下面这个土地里面都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杂质 那我们昨天不在这边分析了几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呢他乱填这些废弃物废土回去 再不然就是他从来没有施作过他过去的旧土 因为新租帮助场确实他是老旧球场 他的土方其实并不是并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那原本他预期你整修之后就是要换新的土进来 但你没有换又或者是说你真的挖出去之后 把好的土拿去卖钱之后却没有拿好的土回来填 那这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希望高红湾再接再厉啊 昨天开完记者会之后然后揭入了这些事实之后 不会有人觉得说高红湾就是一个对不对 好像是一个这个两只脚走路的这样子的一个科基犬吧 鼻子特别灵他随便挖就像是就可以挖到电线 然后挖挖挖挖挖就挖到石头别的地方都没有 就只有高红湾挖得到 不会有人这样觉得吗 所以他一定大规模在下面都是这样子很劣质的这样子的土壤 所以呢再接再厉第一件事情就是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合约公布 就是你过去到底合约是怎么签的 你到底有没有当时是怎么样要求这个厂商 这个包商它是要必须要施做到什么样规格的土壤 然后然后呢达到什么样的这个验收的门槛 这个先跟大家讲嘛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不管这个我们刚刚讲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没有拿好的土回去填 再不然就是说你根本没有施做这个部分 那会议记录从一开始 市府决定要发包这个工程的时候 找来的顾问团啊 市府要开标的这样子这些人啊 他们对于这个球场的这些土壤啊还有这个红土啊 还有这个草皮区到底当时是做了什么样的要求 什么样的要求那跟厂商在这个得标之后啊 然后不过这个每个阶段不同的验收啊 勤款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 阶段性的门槛必须达成 那每一次会议记录到底是谁决定说这个可以过的 谁验收的谁兼造的什么什么的 这所有的一切的细节都可以立刻公布给大家 除非林志坚对不对 在林志坚大概没办法啦 除非这个在民进党的这个代理市长在卸任之前 这个买了买了什么碎纸机把所有事情都碎掉 不然这些应该都是立刻就可以公布的 所以赶快公布 赶快公布这个相关的东西啊 那再来就是讲到最后了 今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 林志坚还有一些新竹市的民进党市议员 都纷纷讲说什么 在那叫什么赶快修一修不就没事了吗 市民想要打棒球嘛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我倒是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高官也没有选择了 你真的你真的我看今天有林维州这个国民党立委讲说什么 哎呀这个挖土机要开进去 确实我赞成 你现在就把挖土机开进去好了 因为这个球场已经没救了 大家不要在那边粉絮太紧了 就打掉重练了是不是 就是你那个里面啦 就是你那个建筑物可能还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那个红土跟草皮之前就讲过啦 大家可以去网路上面找 甚至我们制度单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 在YouTube上面找得到当年富邦 然后任养就是买下富邦汉将这支棒球队之后 他任养了新北市新庄棒球场 你们呢 他是就把挖土机开进去啊 他把里面的旧草皮跟红土全部挖掉啊 全部重新铺啊 全部重新铺 所以那你新军邦场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大家还要拖什么呢 不用等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烂 就全部挖起来看啊 全部挖起来看里面土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东西 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啦 而且你不这样做 不光是说查不查币 你不这样做你也救不了这个球场了 所以赶快吧 明天就去挖吧 凯翔因为刚刚我看到网友 有这些职业讲 对土很深啊 不挖整之道 那因为这个吴子嘉董事长呢 第一时间也直接说啊 好啊那你这个停车场 停车场挖出来的土 不一定是废弃物 应该是优质的土 那这些优质的土跑到哪里去了 那董事长说呢 这事就是犯罪 而且他说这个就是一个贪污 可以贪上个好几亿 那现在就看林志堅有没有签字了 所以这往下查是查得到了 都可以水落石出的吧 开箱 确实啊 有时候文件都在市府手上啊 你就赶快把它公布就好了 不管今天移送到检调单位 然后新竹地检署 不管他怎么查 新竹市府都可以用行政手段 就立刻把相关的东西公布出来 你把那个合约揭示出来啊 你把你内部 内部跟包商的会议记录揭示出来 谁验收的 不要说最终验收啦 在过程当中 其实都还会有很多阶段性的验收的时候 怎么做的 怎么会这样子的 就把它公布出来啊 然后甚至你可以要求你的承包商 他当时他把土方怎么处理的 这些都可以应该要求 这不用等检调来查 个人的司法上面 有没有贪污舞弊这件事情 或许需要司法检调来认定 可是在行政照理来说 新竹市政府他发包这个工程 所有的细节都在新竹市政府手上 就可以立刻公布 所以我觉得好不好 赶快赶快公布 大家都在等着查 因为查完了新竹市立帮车场 还有很多还有什么车站学校图书馆 所以赶快好不好 因为这个确实 就是在聊天室里面 大家也都说开挖了 开挖全面开挖 可是全面开挖 其实12亿 12亿等于白花了嘛 对不对原知 现在是不是白花 就是说 当然如果这个公布厂 以后不能用的话 当然就是白花了 但是对于您之间 他们而言不叫白花 因为那个钱 他不知道有没有用得到 我不晓得 对那我要讲说 其实这个不难查 不是只要讲这个不难查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建筑 它的挖到的土 最后要运出去 去向多少 然后多少重量 都要经过申请 所以新竹市政府的环保局 一定会有资料 你就调出来嘛 就去看它那个土 到底运到哪里 假设今天那个营造厂 告诉你说 我们地下停车场的土 是拿来回田棒球场 这就有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高昂安他挖出来 确实看出来 不是他们要求的土 很多都是仪式是营件废弃物 有红砖电线这些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猫腻 就是所有的营件废弃物 也不能够随便掩埋 你不是说我要掩埋到哪里 就掩埋到哪里 你也是要经过申请 通常是要先进入到一个 营件废弃物的处理场 然后他要先做一个分类动作 例如说你会挖到很多奇怪的东西 他会先洗刷 然后石头归类 木头归类 然后必须焚烧的就进焚化炉 要经过处理 那这是有一笔处理费的 这有一笔处理费的 那今天这个巨家 他这个营造厂 如果把一些不应该 放在这下面的营件废弃物 埋在下面的话 这个第一个 他先省了营件废弃物的处理费 对这是一笔钱 对这是一笔钱 他先省了这笔钱 那请问一下新都市政府 有没有包庇他的动作 你要先追查这个营件废弃物的钱是哪里 我是建议他先去追查这家公司 他所有他其他的工程所挖到那些废弃物 不是也要申请吗 你去看一下他当初申请 他都是讲说那些废弃物是去哪里 去看到时候去查 他有没有按照他的申请 把他的东西送到应该去的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 这有刑罚的 那个废弃法是有刑责的 可以到五年那么多 罚巨额 这是第一个可以查 他已经省下处理费 第二个是 那个土呢 其实有 我想这两天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每个都成为工程专家了 就知道说 那个A级棒球场下面呢 分两层嘛 那每一层有规定什么样的土啊 那这些土的费用也是比较高 那他现在用这些废弃物去 充当这些比较好的土 的那个体积 那你是不是把那个土 好的土的钱也省下来 所以他这是赚两笔耶 他这是赚两笔钱耶 那这个12亿如果 所以回到千惠你问我 12亿如果是用在这样的工程上面 当然就是白花 这绝对就是白花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 一定要去 一定要查清楚啦 就是说他的 土的流向啊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营造厂 他为什么会 他这样处理 这绝对很快就可以掉出来 那现在大家都讲 民进党现在刚刚凯翔讲 说民进党已经讲说 全面开花 全面开花 好像讲他们不怕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你最好是啊 他们现在每个应该都涩涩发抖 因为昨天高宏安 根本也不是说 好像他觉得这块有问题之间 他是随机的一块耶 对真的是随机 随机的一块 也不是多就很浅诚 对啊 随机的一块 而且刚刚讲说 他有规定到28公分嘛 对不对 可是就规定28公分的土 应该怎么安排 对不对 他只是挖了大概不到10公分 差不多 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 我觉得光是那个洞挖28公分 搞不好整个都有一堆问题出来 那更何况是全部要挖 那我们现在在追查的是 本来看不到的工程 因为地面东西 大家本来看不到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去年七月的时候 很多我们用肉眼看到 不用开挖的东西 是不是就问题一堆了 什么那个 女侧的门装反的 锁在里面啊 是怎样 要规定人家没有上满10分钟 不准人家出来还是怎么样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 那么看台看不到棒球的 就是一些低级错误 低级错误 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 已经一大堆了 现在我们要追查的是 看不到 我觉得看不到的 比那个肉眼看到更可怕 给大家看一下 挖土机开进球场很正常 你要整件球场就是要这样 就是挖进去把它全部挖起来 这是新北市的新中棒球场 当时就是这样子 去把它全部缠起来之后 全部重新填现在 符合现在规格的这些土 所以刚刚讲的就像刚这个源氏讲的 那个是司法侦办的一些线索 该怎么样找 但是这个球场本身要救 你就是得用这种方式 你得把它铲到一定深度 就像是过去大家讲说 什么这个 李四川副市长在高雄市铺路 他就会挖比较深起来 你既然不能有这样做的话 这个球场是救不了的 好那我刚刚就讲了说 那这12亿是不是白花了 然后立刻有网友就回我说 白花了是白花花的影子 好不好 有没有进到哪些人口袋 这个历史哥 是我觉得该来这叫什么 就是送他一句话 贼心该败 一铲下去竟然呢 挖出了这大秘宝 谁知道那个电线的冲击感有多强 说真的 我们看这个林志坚一路到现在 你看论文炸掉 现在一铲下去电线跳出来 如果没有那个电线 那个高官只是拿个石头 三公分什么 我觉得大家感觉都还好 昨天最好玩的是我一些 这个绿色的群组的朋友 怎么样 群组洗整天爆炸 气死了 是在骂吗 当然在骂 当然还是有很多尖尖小卫队 在护航 小智的粉丝们 比如说这个 这个在下面讲说 哎呀这个志坚市长出来面对好棒啊 这个还是在那边安慰他 可是说真的 那个就是统文城取暖 好不好 小智还只能回去找小霞 不然要找谁呢 总要长大的时候了吗 但是我觉得今天刚才像 刚才两位都讲的很好 现在到底要怎么处理 现在大家就想问嘛怎么处理嘛 我认为啊全部缠起来 揭臂是必然的 一句台湾话给大家嘛 手头哪够好知 不怕手把做红胎嘛 你如果现在你不把它从根给除掉 你现在上面在弄多少 哎这个球场啊 金氏世界纪录啊 什么金氏你知道吗 吓死人啊 吓死全世界为什么 开幕及闭幕 然后呢 没有验收就可以请总统 有这种东西这丢到全世界 这不是被人家吓死了吗 我觉得搞不好CNN再过几天 就开始做这个电线文章 更扯的事情是怎样 还没查就在灭镇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最夸张了 这营造商他的工地主任 竟然可以去自己跑到球场里面 哎抱歉哦 很多人说还没有验收 所以他进去 现在他其实已经移交给球场的营运公司 球场营运公司跟球场的营造公司 这是两间不一样的 那他就敢灭镇 哎新竹地检署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我们原本是在书生上讲的 你在哪里干什么 哎还真的静悄悄 哎今天有人去问呢 问说新竹地检署你在查什么呢 哦他们需要安静的空间 下面多少下面酸他们这样吗 跟格格报道 主检说需要安静的空间 对他们需要安静的这个 哎这为什么静悄悄 然后下面大家推一句话叫做 最高品质 为什么 那小学生都会最高品质 静悄悄 嘘不能讲不能说不能谈 这是荒唐嘛 荒唐到的极致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 其实不止这个球场案 像刚才凯翔哥展示 推土去开进去 事实上这个是高宏安执政的基础 只能说他这部真的下队 他的副市长真的找队人了 为什么 他找了一个检察官来 他非常了解这个程序 所以我必须讲啊 止血才能回血啦 我如果说这个球场你再继续这样 一铲而已 各位 他还不是说他故意找茬挖了60公分 几十公分就一铲下去 我跟我们认为啊 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比例词 根本搞不好挖了十几二十公分就出来了 他们还很客气说 哎呀上面的这个草层土壤还有15到10公分 而且再跟大家回顾帮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历史哥有个坏习惯 就记忆力稍微好一点点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个时候不是洒水洒水就淹水吗 为什么 你下面是这种建筑废弃土 他根本不透水啊 他从头到尾 完全没人照不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地方 不过我认为啊 除了高宏安现在开始打之外呢 他还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把所有所有这个营造公司所做的 或者是临之间期间所做的那些 不管是公园 还有那些有盖地下停车场 全面盘点 大家不要忘了有一间叫什么 官普国小啊 到现在还没完够 从小一读到小六啊 还看不到学校好 没有操场啊 而且啊在大家再看一下 帮大家回忆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营造商 居家营造 有没有 他这个 你看他拿的这个价 我们这个给导播带一下 有没有 2018年以前 他是一件1亿6千万的 1.6亿的一个资本额的公司 你看哦 他2022年拿了32亿的标案 这当中当然新竹球场占大头 其他的新竹市的拿了不少 而且你看他之前哦 他到了2019年的时候开始迅速的暴涨 开始报到10亿以上 那可是在之前说你没有啊 你看他 他之前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 又拿7亿啊 716 我跟大家讲716里面 如果你点进去里面看的话 很辛苦哎 台北也做 新竹也做 新北也做 桃银也做 以前他真的是个优良厂商 但是谁说以前是三级贫户 现在就不会贪污的 谁说以前是民主斗士 现在就是继续奋斗民主的 所以这东西 这叫做比的咖比 那他什么时候变职你不知道 你不能因为聚家营造 以前是好的厂商 就给他无比的信赖 不过最后有点要呼吁了 我是希望所有的 新科的蓝营的这些县市长 不要再躺在那边了 不要什么哎呀 我要先怎样 我要先做事再查币 没有这种东西 树跟头都烂了 你怎么做事 你做起来的事最后还不是要打掉 所以呼吁大家要赶快跟进查币 这才是人民最想看到的 现在这个时代啊 大家的耐性都很短 怎么死的 民意囊怎么死的 2020 817万 到了2022年输到这个史上最惨 那大家就等着看 这才是重点 查币动起来 那刚刚历史哥有特别提到的呢 也就是呢 在高宏安挖出大秘宝的时候呢 传出这个聚家营造的工地主任呢 疑似灭政把政务拿走 因为记者会后在现场呢 发现说谁拿走这个东西 是电线 那这个主任说 因为呢巡视在球场工地的时候 不应该出现这个电线这个东西 所以他才拔除了 那这个现在传出有灭政 然后内鬼说 的确这个高宏安就说 原本开挖道的这个废电线 还放在球场中要等着处理 结果过了一夜竟然消失不见了 都怀疑说 这是不是有灭政的嫌疑 这个工地主任 所以这个交由地检署了解 并且处理 那这个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新入市府发言人 施淑婷他也有 出来说明 那么同时呢 已经移送检掉了 把这个相关的证物 那他提到了这个部分 他说当时工地主任并没有主动拿出这些证据 而是被问到有灭政嫌疑的时候 他才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但是电线和这个监视器影片拍摄的长度 有一点落差 当时我们也询问说 那他觉得这个电线 费电线长度有点不一样 他说是不是只有这一根 那这个工地主任回应说 对 就是只有这个 那这个发言人还说呢 我们调阅监视器画面的时候 发现了 这工地主任十天之内 来了两次 而在昨天也刚好又来到了现场 而且主任一进球场之后 就往电线的方向走去 一共进去了两次 第一次手上没拿任何东西 第二次徒手拔出了一根电线 下午调阅监视器之后 发现他手上是有两根电线的 而且是有拿工具处理的 那跟他早上的说明的状况 这个公词有点兜不笼 那当然看到这边呢 你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什么灭阵 内鬼 然后这样更传出了 这个新竹市府的公务处里面 可能很多都是前朝的人 前朝安插了眼线在里面 那甚至直接还发新闻稿 打脸你的新竹子 直接说球场目前还未竣工 而且还没有启动 验收程序 我们一看到说他 虾米还没有验收 还没有验收你之前比赛在比甲的 之前总统来检采是怎么样 是检采工地秀吗 开翔 我觉得工地主任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查一查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高桓自己心里面要有数 因为毕竟如果你 现在是在查前朝的弊案 那很多公务人员 他可能还在这个市 他在这个市府里面 然后他未必是政务官 他未必是约聘雇 所以他可能会就是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查下去 你就等于跟市府里面 很多的公务人员是为敌的 对 因为你 你等于在刨自己的根 刨自己的根 然后他们会想着说 我当年在这个 在你这件市府里面的那些事情 他不想被揭露 我当然不是指示说 新竹市政府里面 大部分人都曾经做过 这个不法的行为 不过这个在逻辑上面 确实会有人想说 我是不是不要曝光 或是说我能够利用 我现在的职权去掩盖 过去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我觉得工地主任这个个案的话 既然这个翻译人 已经掌握这么清楚的话 你要移送他 你就直接移送他 然后如果不要 如果没有的话 就也不用在那边影射 这是第一个 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 应该是这样 那第二个 我觉得灭震 灭不了震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不可能随机挖 就挖得到石头吧 不可能随机挖得到电线吧 终究你是要把 你是要把这个推土机 开进去 把整个土进行化验的 所以我倒不觉得 这件事情有灭震的可能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那文书作业的部分 是要赶快去 赶快去离行的 我倒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该怎么讲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 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看还原昨天的状况 它到底 还原当时的状况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爆发来 除了早先就已经很多人爆料 包括我本人也知道爆料之外 是大联盟去 这个人员来勘察场地 就是新竹办事场 到底能不能作为 这个WBC经典赛的 这个热身赛跟练习赛的场地 然后他们在那个 就是眼看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还OK 什么什么的 经过这个 这个几个月的这个整修 表面上肉眼看上去是OK 但是就看这个画面一样 它为什么水不会下去呢 水不会下去呢 为什么在上面泼水之后 水都看起来没有在排水呢 那没有在排水 就只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规规矩矩的用了 用了应该要有的 这个铺设的这些红土层 各种砂石层 你的土不会下去 代表说代表说你可能 就是没有用烂土 就代表说你铺设的状况 可能会出现问题 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它水不会下去 你的排水出现问题 结果呢 后来才是说一挖才发现 它可能根本没有用正确的土 它还不是铺设的问题 是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出现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 新竹市地棒球场这个问题 基本上它是跑不掉 所以要看办到什么程度 因为现今的 这个棒球场的建设的技术 跟所有的这些材质 它就不会出现这些东西 它不会出现这些东西 绝对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石头 或是说其他一些 不是天然的那些 甚至是有那种碎砖 那样子的东西 它都不会出现的 所以当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代表那个土是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只是那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赶快好不好 大家都很期待说 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发生 那丢脸丢到国外 那是必然的 其实过去 我们在跑这个体育的时候 也曾经有听过 这个棒球圈的朋友 就台湾在近几年来 开始跟这个国际有很多交流之后 然后我们在球场是 一天到晚被人家垫到不行的 讲个球场的这个小的小冷知识 大家知道说球场上面 其实是有水泥的吗 你不要看都是红土跟草坪 但其实有一块是水泥的 就是那个投手板 那个投手板它其实不是说 盖好之后在红土上面 打一个板子上去 不是 它其实是这个球场当中 几乎是唯一的水 在球场里面唯一的水泥结构 它下面是一个 这个混凝土做出来的结构 然后往上去 然后露出这个投手板的位置 所以那投手板的位置 它其实周围的那个 下面的土 因为投手球比 其他的红土要高 那要怎么堆起来呢 它其实要用的 不是一般的沙土 它用的是黏土 不能用砖头 砖头太硬了 投手投出去之后的 那个轴心脚会受伤 但是如果用沙土 又不行 它太软了 你踩下去之后 它没有办法作为支撑 脚踝也会受伤 所以它怎么办 它就是要用 采的部分是用黏土 然后它周遭是可以放一点砖头 那是稳定整个结构 但是人踩的地方 一定要用黏土 那黏土放下去也是个学问 如果你黏土调配的 那个比例不一 就是太硬了 那跟放砖头没什么两样 也是不行的 那放得太软的 那跟放沙土没什么两样 也是不行的 然后那个黏土的 没有办法跟沙土 是完全合在一起 让它变成自然的那样子的 这个软硬度 也是不行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学问 过去只要是大联盟 或是说什么日本职棒 什么就是这种国外的球队 要来台湾比赛 台湾几乎每个球场的投手球 都被人家缠起来重做过 就是我们就是 对不是很OK 不是很OK 所以也多亏了这个 人家来勘察这个球场 让这件事情可以很快的 很快的曝光 那现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赶快去把它补修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球场 要把它全部挖起来 这件事情是事不可免的 对那可恺翔我问你 就已经被挖出152箱缺失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金竹市府的公务处 却告诉我们说 因为还没有竣工 还没有启动验收程序 还没有验收 这说得过去吗 那之前做的这么 我等会把时间线 拉出来给大家看 你会觉得说 这是怎么样 没有验收 这分两件事情嘛 第一件事情是没有验收 为什么去年要打棒球 那是因为政治啊 就是要给小智冲冲洗嘛 小智对不对 就是要选举啊 然后呢这个宏姐也要选举啊 蔡其昌也有 对蔡其昌也要选举啊 要给他们冲冲洗啊 那就是政治啊 那能怎么样 这些雪山隧道都可以 一而再再再而三的剪裁 不就是如此吗 那现在新竹市公务局 会讲这种话 你也完全可以理解 它就是一个公务体系 官僚体系自保的方法嘛 他不然你要他说什么呢 对他立刻自白说 我干了什么样的烂事 什么什么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去 去追究哪些人讲什么 讲什么讲什么 都不用都不用一个 一句一句的去回应 尤其是高红案是主席逝者 你一方面是要追查 这件事情的的主席逝者 另外一方面 你还要领导这个市府 所以不用去针对个别的话 然后有太多的回应 赶快把整个案子 想好要争办的节奏 怎么样移送检调 怎么样行政调查 然后呢这个 这个顺序把它排出来之后 就赶快把这个计划全面启动 倒是不用针对特别的话讲 那我看到你们做这个 其实我昨天也看到这个国民党议员 你的同事啊 新竹市议员陈庆琳啊 讲说什么 哎呀我同事看到 我朋友这个看到说什么 飞汽屋倒回去啊 你去年怎么不讲啊 去年闹这么大时候 你怎么不讲啊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在那边嘴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有证据 就赶快现在提出来 开个记者会 移送检调 把你朋友叫出来 不能破光的没关系 你帮他讲 把确凿的证据就拿出来 不要在那边瞎嘴 不要现在什么时候 就是哎呀这个新闻 好像已经在那上风处 大家都想要在那边尿尿了 所以也不要这样好不好 就查事情本质就好了 好因为这个公务处说 棒球场目前没有竣工 也还没有启动验收程序 但是我们从去年这个时间走 你可以看得到 7月22 7月23 22号呢 蔡英王还有林志坚呢 去检采 那小那个 很清楚嘛 刚刚朱凯翔就讲说 这当然是要冲洗啊 23号就开始 这个富邦卫权就比赛开打啦 结果接着就是球员受伤了 尤其这个林哲轩兼商 7月28号接受手术 那接着10月11月 大联盟呢 都有要敞刊 两次要求都被拒绝了 好一直到了12月7号 市府宣布新竹球场改善完成 12月18号 市府还发声明稿强调 棒球场历经四个月 召开了20次改善小组会议 而且针对了27项的建议 都改善完成 红土草皮打击视觉区 牛棚界外区 多项优化作业 他说优化项目皆到位 而且呢 有这些细部项目微调 这个是大联盟的专家提供了 专业的建议 所以非常看好球场 未来发展潜力 这个是在这个去年的 12月18号 结果两周之后 就说还没验收 因为去年12月18号 那时候高宏安还没有上院 还是趁前朝的时候 那时候公务局他认为他们还是在帮林志坚 跟沈慧宏留下的这个任期服务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说实话 然后你看你千惠你刚念的那些所谓的优化的工程 不管是红土草皮牛棚界外区 全部都是我刚刚讲的看得到的地方 但现在高宏安现在是针对什么 看不到的地方 我觉得看不到的地方才可怕 你连看得到的地方都那么多问题了 那看不到的地方都藏污纳垢 这叫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所以高宏安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而且这个大联盟的顾问洒个水 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就问这个林哲宣什么时候受伤了 各位是7月的时候 然后7月28号他就要接受手术了 对7月28号就接受手术 现在1月5号了 现在1月6号了 已经过快半年了 过半年了你给我改善这种看得到的工程 你都不会想到针对地理下去那边 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吗 你完全都不会想到吗 人家大联盟过来洒个水 30分钟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这半年来你公务处在干嘛 你还好意思发新闻说 我们已经都已经改善了非常多地方 这个球场已经准备要开动 开始来使用 你好意思 所以我觉得 顺便跟大家讲用林哲宣状况 你知道林哲宣 本来大家讲说他要复原八个月 开刀以后 结果他说他四个月之后 复原状况良好 那包括就是说 他现在可以开始做重量训练 然后也可以开始投球之类的 那很可惜就是大家本来预估他今年可以代替中华队去打球 可能也不行了 他34岁已经算最后一战 那林哲宣就是让大家对这个棒球场愤怒的一个引爆点 那人家林哲宣因为很努力的关系 所以本来八个月的复建 然后变成四个月 那我就问公务处 你有没有一点点的所谓的愧疚之心 你还有一个那么优秀的棒球选手就要因此这样子 要这么努力的去复建 那你为什么不积极的去 针对所有的问题来彻查一下 然后导致于高宏安上任之后 才要去针对这个问题去主理 那高宏安去找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是 等于是我觉得要拖好久 我不知道吴宰祥刚刚看那个画面 整个掀起来最后复原开始启动 应该也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公务处我觉得回头是岸 我可以我真的可以理解 真的我可以理解他们觉得高宏安 现在上任一定是针对他们 一定他会这样觉得 会怕 他怕嘛 他觉得高宏安现在是要针对他们 过去所做的不对的地方 要好像要找他们麻烦 可是没有嘛 现在我知道高宏安不会针对你们 大家就是补救 就把这个事情把它补救 然后有贪账忘把事情检掉会去查 那我相信所有的基层员工 应该也都是非常的OK的 就是他们就是照张办事 他们绝对不会想要去包庇这个包商 绝对不可能嘛 那讲到这个包商 刚刚凯阳是讲说那个主任一定有他 就是说那个 我是觉得很好笑啦 就是主任因为那个市府的发言人讲说 这个工地主任很少出现 十天只看到他两次 结果昨天一发现电线马上就出现了 然后手上呢拿两根 然后两根电线 跟他原本说的一根电线也不符了 我觉得这就是心里有鬼嘛 这不是心里有鬼 你平常又不常来 你为什么一来 原则他搞不好处女座完美主义 电线在那里 看起来好惨霸啊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收起来 你让人家就感觉说 你好像就是来 你就是来这边好像有时候凶手 有没有 那个 都会回到现场来看看那个状况 有没有 你让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 还有这个工地啊 说发包的人跟监工 就是施工的跟监工的 就同一个厂商 这也是莫名其妙 因为我刚我前一段讲 那银件废弃物的事情 我也有问我们市府单位 我说为什么这种银件废弃物 居然不会有人发现 一般公共工程 假设被埋到很多银件废弃物的话 都不会知道嘛 他说那监工的人要负责啊 那我说那施工的人跟监工 如果同一个人 一样就是穷人间裁判啊 那要怎么弄啊 那你施工跟监工同一个人是为什么 你市政府搞的啊 你公务处都没有发现这样不对吗 你已经失去监理的机制了嘛 所以市政府一定是有责任的 公务处一定会有责任 但是有没有行政疏失是一个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是 有没有人因为拿了钱 所以让这种荒谬的事情 可以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关关相户 关关相户 以前几十年前 我是有听过非常夸张的工程 说那个水沟啊 有水沟 可是每到下雨一定淹水 结果有人在受不了 把那个水沟盖打开 结果发现下面没有水沟 水沟盖是装饰的 但是几十年前 假水沟 就假的水沟 我有盖 只是说那个是假的 我没有想到说 近几年还有这样的工程 而且这还是前瞻预算 十二亿盖的东西 那你 这行政术是我刚刚讲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就是 有没有官商勾结 是不是拿了钱 所以导致让这个厂商 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城市的问题 这个就是要靠检调去查金流 去查一些细项 然后再来我要呼唤一个人 哈啰 陈菊 陈菊你还在吗 这个你有没有看到新竹市政府的一个这么大工程 十二亿的工程 随便一挖就有挖到一些被弃物 你有看到吗 陈菊 已经讲的不是那些台面上的那些了 已经是那么严重的了 还让一个球员受伤 如果你监察院还有一些道德良心 你觉得你自己还有监督的职责 请你主动分案调查 去查新竹市这个 不要让市长一个人 好像在跟整个前朝在对抗 我觉得监察院是时候要伸出援手了 你不提城局我忘记了 你知道你就知道 监察院现在对我来说有多废 我完全忘记 你知道 有花妈城局 好 没错 说到了这高宏安要查币 对他来说容易吗 郭正亮亮哥就说 因为高宏安现在处在一个 奇怪生态的坑里头 里面一大堆都是共犯结构 包括了公务员 包括了议会 包括检调 也不是说都跟你为敌 但你不知道告密者在哪里 所以你的街币圈子不能太大 不然有人知道 就赶快去投封报信 消灭证据 历史哥 是我就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个叫做鬼有多少 第二有多少鬼 第三谁能抓鬼 第四鬼在哪里 好我们就这四个问题 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第一个鬼有多少 天晓得市府里面 经过这几年被林志坚 沈卫庸的摧残 谁知道市政府里面 还有多少公务人员 有这个秉持他的道德良心 还是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我有一个同学啊 他之前就在新竹的公务局 然后呢 后来他就辞掉了 那为什么辞掉呢 他给我摇头 哎 真的太恐怖了 水太深 他说 很感谢他的长官 很多拖都没有叫他去 所以 他之前在就是林志坚 在当市长的时候 当然是啊 那就这几年辞掉而已 那 大家都知道 而且他还不是说 林志坚第二任的时候 第一任的时候 就开始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吗 有多少拖 当然 到底实际是怎么样 我们不要用暗示的 我只能说 他会怕 他真的是告诉我他会怕 所以他后来转到民间的 这个营造公司 因为他本身是土木济师嘛 所以他就是在工程单位里面服务 那这是第一个事情啊 所以国有多少要赶快找 其实刚刚凯翔哥讲的很好 就说 那如果你查的太大 包括亮哥讲的 查太大你就完蛋嘛 所以我认为现在 这个高安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 赶快建立吹哨者制度 要赶快打心理战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赶快建构你的这个圈子 因为选民是你的压力 你的内部也是压力 所以他现在像夹在中间 但是我反过来说 如果你能够持续推进这个案子 那选民就不是你的压力 选民是你的后盾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所以要赶快的把它里面 做一些崩解 做一些调解 那这个就很考量 他的所谓的这个手腕的高超程度 这个才是政治真正的精髓跟内涵 这第一个 第二个有多少鬼 这个鬼有多少 是说抓有多少鬼 但有多少鬼什么 有多少恐怖诡异的东西 还没找出来 只有一个新竹棒球场吗 你打击面要多广呢 我刚才有讲到嘛 是不是赶快那些公共工程 都要去检查 但是不要急于一时一刻 一个一个来 但你心里面也要有数 哪些要盘点的 哪些要处理的 那些鬼地方在哪里 一个一个把它揪出来 关浦国小肯定是下一个嘛 还有新竹市的这个谁啊 大平台车站 这个大家也在讲 而且为什么中央给的这个 新竹的额外预算 跟新竹的年度预算 150元差不多 那这里面还有多少猫腻 他都绕过 绕过以前市议会的监督嘛 那第三个 谁能抓鬼 现在如果交给新竹检掉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 静悄悄啊 那他会去抓吗 这个工具主要这么夸张的事情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